一个人三年就跳槽一次 两年就跳槽 基本上很有规律这种人 我是不太会用的 因为这种人看上去很精明 然后每一次跳槽 都给自己很不错的一个掌心 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其实这个人是最短视 最没有眼光的 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打工仔 他赚的就是那个工资 他不会有一家公司 能够让他愿意长期的陪伴 其实你会发现 真正在一家好的公司里面 长期陪伴 比你这两三年跳一次 两三年跳一次 其实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你说那个海底捞的杨丽娟 杨丽娟进海底捞的时候 是600多块钱的那个底薪 跟了那个张勇 跟了22年 杨丽娟最后是成为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 海底捞的合伙人 现在升降20个亿 一个农村的姑娘 初中都没毕业的人 你看这就是长期 就相信一家公司 信任这个老板一直跟随 你打工能做这么多钱吗 那我比如说 我自己在阿里爸爸 我要是像我那些同事 受不了一点压力 受不了这种吃苦 每天这种加班 可能我也离开了 但是我看到那些离开的人 至少今天没有比我更有财富 无论他是创业好 除非他搞了个大平台 但是大部分那个时候 创业出来 其实都是小打小闹 还是到跳槽也好 反正看他的财富并不怎么样 所以选择一家好的公司 长期陪伴 你才是把自己 当成了人生的战略产品 如果你是做职场中的人 你对自己这种选择 其实也是你做你自己的战略 不停地跳 不停地跳 你永远只能打工 永远就只能拿工资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你拿工资 都很难买房子 拿几万块钱 还要买套房子 都挺难的 在大城市里面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短式主义 我觉得这种人